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王蔚和Rafi在旁邊 Rafi早安 恒指現在升140點 做22970點 升幅0.62% 國企指數升71點 做1028點 升幅0.68% 成交額暫時是160億 至於期指方面 升105點 做22895點 低水67點 成交額暫時超過15000張 看電影方面的查詢 有位吳先生 想問兩隻股份 分別是港鐵66 以及3988 中國銀行 平均價分別是9.86 和2.77 買這兩隻股份 想問一下前景如何 不如先跟進下一隻 港鐵 暫時來說 現在這個位置在做28.15 跌幅不超過1% 家庭觀眾在19.86買了 今晚我暫時來說有些利潤在手 應該怎樣做部署 其實以19.86買下 其實如果28個多隻 從價位來看都有9元的利潤在手 其實不用太擔心 因為以9元來計算 雖然百分比上不是很多 可能只有5%左右 但如果以一隻比較偏向大價的股份來說 特別以港鐵業務來看 都是比較穩陣的業務來說 有沒有一下子會跌9元 我覺得其實可能性比較微 所以你只看這些因素來說 我覺得不是太擔心 不用經常問價格怎樣走 但當然以基本面來說 究竟港鐵有沒有個可取的地方 正如新聞說回 以業務來說比較穩健 一來就是車票業務 二來就是地產業務 但似乎近期來計算 特別地產業務看 就不算有太多的大動 一來就沒有再 剛才昨天大家都知道 港鐵方面沒有再批相關的用地 之餘 更加你看到這一刻 有沒有很多港鐵上蓋 或附近的樓盤賣 其實真的沒有 這一點來計算 對港鐵的大動不是太多 反而慢慢來說 我覺得看回車票方面的業務 如果這番車票業務來看 其實也一樣變化不多 因為其實 類似大家走一走一走都會搭 或者會用的時候 即是變相日常化的用品 變相營利的表現有沒有太多變化 我覺得又不會覺得是有 所以說真的 要動力或增長性其實不是太高 變相只不過是駕駛下去 沒有球制的格 不是太過動動而來 也有一個不錯的收飾等等 所以這樣說 剛才你提到的十九個多賣了 現在價錢賺著 也看到它慢慢動 即是平穩去走的時候 其實不用太多東西 但當然如果你真的想問到 即是看一些位置 看看條五十天線能否舉 這一陣站站穩 如果可以站到五十天線樓上 我覺得依然有條件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是未來試回二十九元 這些邊位左右 但有沒有機會太大變化 譬如三十幾元或三十元樓上 似乎短期未必有可能性 所以這陣來看 以二十九元做一個短期的目標價 另外是假鈴觀眾 吳先生也有貨 就是一隻三九八八中國銀行 他在2.77元的時候已經有貨 看到現價來說是3.31元 暫時來說都有利潤在手 都比較緊張 經常都問這個股份 吳先生其實怎樣部署好 還是暫時來說都可以持有絕線 當然啦 如果有2.77元買下 賺的都差不多 都比較多的水位 都成五毫子那麼多 都超過一成差不多兩成 變相都有這麼豐厚的利潤的時候 其實也一樣 不用太擔心 我覺得真的可以叫做看一看 但當然我覺得你今天問到的 其實都可以叫做真是看一看價 因為如果以今天來說問 最主要是因為開始挑戰阻力位 因為你見到從圖表來算 早陣子有個明顯的急跌 明顯的回落 到近期來算 大概3.1元左右 都打了兩次的底 慢慢來算 在底下有個雙底現象出現了 到這刻升上來3.3元左右的時候 其實就接近之前這幾月3.32元 這些項線位置附近 所以在項線位置附近問一問 看看能否破到 我覺得很正常 可以理解 但是看一看 短期來說 如果能夠站到項線樓上的話 我覺得以梁度幅度去看 其實有條件 試上去大約約3.5元這邊位 正正也是大約今年回來 跌下來的一些平台位附近 所以短期來說 以3.5元做目標價 我覺得你說去到那些位置 到時都差不多八毫子利潤的話 其實真的考慮吃了護膳也可以 但相反來說 如果你真的想定下一個指站位 我可以看大約3.5元 如果你真的來3.5元這邊位 即是二天線附近 是再次穿下去的 這樣才考慮少少地指站離場 好 接著看看下位嘉寧觀眾的電視查詢 還有楊先生 Peter想問一下這隻729 adi jum aussi電池 看到現價來說 已經在做35.3元 暫時要 segue6% 抽升了兩天 嘉寧觀眾想問一下前景 短線如何 沒有貨的想買 做甚麼再買呢 當然,以729來說,近兩天就比較強 有一個明顯的抽升 但如果你說抽些甚麼,或為何會這樣 其實暫時找不到太多消息 反而如果這樣計算,沒有消息之下抽高了 會怕接下來有些公司行動出來,也不出奇 例如配股等因素,當然不一定會 但有這個可能性存在 變相風險是有的 雖然這刻來計算,與其你未有課 我覺得這刻是完全不建議考慮 即使不建議後,國家升上去 好像大家會覺得,又叫不要進入,但升上去 但這刻進入後,究竟心又舒不舒服 變相如果這刻這麼高位追下去,的確是危險 我覺得不要考慮了 反而想進入的話 這刻升完後,無論如何都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回到四豪二指哪位 如果有機會回到四豪二指 我覺得我才去試一試 到時來計算 以今天的高位,五毛九,做目標價 而下面的,大概執入三豪四指 做指洩位 好,多謝嘉寧觀眾的查詢 跟著和你跟進一下其他股份 不如說一下,就是三百六 暫時來說,中石化是在做六九毫半 暫時來說,跌的是四仙 其實之前兩人來說 都有回到升勢,主要是廣道 亦有報導說到中石化 將來引入社會及民營的資本 先問你,股價方面又如何走呢 升了兩日 今天來講,少少少回 消息面上,應該怎樣去拆解 其實以中石化來計 其實這些消息,剛才甚麼都說 幾天前出來 的確出來之後看到 其實對價很正面 你見到就抽過一輪 當然就之後回過 但這幾天來講又再抽升 完全最主要是炒 以前炒有民資進去的一個抗驗 為甚麼會看得好呢 因為其實之前都說過一點 如果你這一刻收回三成股權出去 給民資買的話 除了一來可以引入到民資進來 加強那個 不是全部石油石化的公司 都是有國家背景 例如美國 外圍來計 可能很多都是民企為主 變相加上市場化的因素 甚至最終來看 引入之後 其實慢慢對中石化下游方面 這個加油站的業務來看 都會有些幫助 可能分拆 甚至其他概念有機會出來 所以你記得有這些因素之下 其實公佈完這消息之後 價格是一向強的 再加上這兩天來計 其實內地方面 特別是中石化管理層 都蠻高調地說明 都覺得引民資的詳細細則 又叫在來兩會會出台 即是兩會前後會出台 變相大家知道下個星期就開兩會 變相越來越近的時候 大家都對這個憧憬更加樂觀 變相令到這來的期間 價就在一步強 但當然你說價格如何看 如果真是這麼說 如果真是最終是細則出台 而走到引民資的時候 價格絕對不只這位 你說能夠估計多少位 我覺得比較難看 一場那些價值釋放 大家真是不知道 但我覺得如果大家本身 大家手上有課 這一刻就看一看 我覺得只要定下位置也一樣 只要我接下來不穿某些支持位 其實問題就不是太大 暫時放回六個半左右 因為一來就一個雙底頸線位置 二來就十天線附近左右 我覺得只要短期 不下六個半樓下 其實問題不是太大 我覺得可以先拿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慢慢來計 可以一步一步上 當然第一站的 以花之前的頂頂 七個二先 大家都可以破得到 我覺得年內 其實絕對有機會見七個半樓上水平 好 我們和大家順便跟進了 石油石化股整個板塊的最新表現 看見中石化要跌三先 現在正在6.9號 對於盈利增長方面的預期比較高 但昨晚公司交出來的首張成績單來說 就好像令人失望 股價除之然就要跌了 一次性的開支 好像譬如上市費用等等 如你撇除這些來計 其實核心業務 其實升至矮近三成七 我覺得就不算太過頂 但當然大家可能問到 為何會不是太過頂 但也跌這麼多 除了我剛才說的 但可能大家看得不樂觀之外 當中的細數其實也有些斟酌的預期 一來就是阿布 即是每個用戶 肯給錢到每個人的錢 其實就按理有急期的倒退 雖然人數又升了 整體拉回來收益也是高的 但阿布這樣急跌 其實大家都有些保留 接下來能夠保持平穩一點的水平 這些也要看一看 再加上來計算 今次這個月之來說 除了這些數字的留意之外 其實特別的經營 即是宣傳開支都幾明顯增大了 因為這樣大家當然也可以理解 始終你博客剛剛就九月上市 亦都是最主要那個 即是你一定要打品牌 打棋牌類別的遊戲的話 一定是會用很多錢去宣傳 原來宣傳開支 這些客戶大其實也是正常的 所以原來雖然整份月之來說 中間有些保留的地方 令了我價格今天下來了 但其實整份月之來看 我自己覺得又不算太頂 甚至乎以昨天出列來計算 算一算每股盈利之後 的PE來看 昨天收市價來看 其實只有26倍 今天下來了其實24倍以下 變相這刻只有24倍左右 以一隻手油股或科技股來看 其實絕對不貴 變相我覺得這輪的確有一個反彈的空間 但當然不是叫大家立即考慮 因為從今天的勢又比較狠一點 一個大熱口下來 之餘更加慢慢試天線 所以比較 例如今天下午或下星期一 比較安全一點 下星期一回來 看看天線附近 能不能夠先站起來 如果短期來說 天線大概12.8左右 是支持得到的 我覺得才考慮試一試入市 搏回到大概14.5樓上 但如果接下來 天線都失手的話 我覺得反而是低一點 才做考慮會好一點 我覺得不會這麼急 這價錢立即去部署 謝謝Rafi 跟著跟進了 還有一位嘉靈觀眾的電郵查詢 今天名字是Tommy 想問一下2343太平洋航運 想問為何這隻股份突然有急跌的情況 可不可以低級 以及問一下它的買入價 目標價和止虧價 換言之想問整個部署 看到這隻股份 昨天收市後公佈了業績 相信和今天股價大跌有關 看到現價 最近是4.76元 暫時跌近1成2元 昨天公佈的業績 公佈去年 全年扭曲為盈 賺了150萬美元 但看到扭規的情況 由規轉型 但為何股價又跌這麼多 以這隻來計 當然就沉迷出了業績 看到扭了規 由前年12年蝕1.500億美元 去到去年賺152萬美元 你說為何扭了規都比較頑皮 我覺得關於預期的事 因為中期來說都扭了規 但當時賺26萬多美元 如果以下半年計算是賺多了 但大家知道傳統計算是第三、四季 其實屬於航運的旺季 但你說都是這個數目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太收到貨 而且以去年計算 這隻股份 旗下的小菱營的乾散貨物船 其實日租都是跌了 變相是否這麼快 說到復甦性又未必 所以這下我覺得真的要捱一捱價 以今天來計算的股價都比較大 我覺得如果本身沒有貨 這價位就不會撐住了 短期來說 其實絕對有條件試下去 4.68這邊位 所以就算想撐住也好 等到這位置 見到有一個傳令的 再踏不下去 再去補一步 到時來說 二分大約五個一左右 做回目標格 而下面的大約約四個半左右 做短期的指示位 好 感謝Rafi 多謝感到感到嘉靈觀眾的提問 這次問題環節就暫時到此為止 我先和Rafi做回申報 提及各個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 感謝Rafi 我們先休息一會 轉來換來另一位分析員 和大家跟進大市及A股方面的股份表現 和大市的表現 我們先休息一會 轉來繼續回來要塞賽英台